在新一计划区里面的这栋豪宅屋里已经快要30年了 除了一人胡瓜住在这里之外 还有一个大户就是创建的素重万家族 已经持有这里5户 外观老旧不过在101附近巷弄内环境清幽 让创建素家爱不释手 今年8月总价近2亿又买1户 买平大约106万 家族持有这栋豪宅5户 总金额超过10亿台币 社区产权将近4成 可能业主对于这个地点 他特别的喜爱 那另外来说的话 一些中古的豪宅 因为它的实际的使用面积是比较大的 创建素家相当低调 口袋极深 不只买豪宅 2015年还花22亿 买下内湖1500多瓶土地 每瓶大约147万 计划要新建厂办 创建创办人就是他 素重万 曾经在惠普担任工程师 1988年创业后 开始专攻记忆体模组 2014年富比市台湾富豪排名 位居第36 身价超过170亿台币 所以我们自己的现金水位 大概70到75个不剩就是美金 我们也没有做什么刻意的 这些避险的动作 因为坦白讲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避 科技大老板既神秘又低调 如今出手买豪宅 再度令人见识到家族口袋 深不可测 三地学员时志雄秋思林 台北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